读杰出的书籍,有如何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。 只有服从理性,我们才能成人。 没有知识的人总爱议论别人的物质, 知识丰富的人却时时发现自己的物质。 犹豫不决才是最大的危害。 一个人为情胆所支配,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,而受命运的宰割。 无法做出决策的人或欲望过大或觉悟不足。 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,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。 仅仅具备出色的智力是不够的,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出色地使用它。 征服你自己,而不是去征服世界。 怀疑中,我常常处于迷失状态。 幸亏思想最终让我发现,我是真实的。 一切的好书,读起来就像和过来世界上。 最出色的人们的说话。 世界之大,而能获得最公平分配的是常识。 怀疑是智慧里源泉。 起初我们造成习惯,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。 这世上所有的感情在本性上都是好的, 我们应当避免的只是对它的滥用或无用。 无法下判断的人,不是欲望太奢侈,就是觉悟还不够。 常识是世上陈列最多的商品, 因为人人都相信自己是充分具备的。 诚恳地站在他人的角度,看待问题。 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, 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, 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。 当感情只是劝我们去做可以缓刑的事的时候, 应当克制自己不要立刻做出任何判断, 用另一些思想, 使自己定一定神, 直到时间和休息, 使血液中的情绪完全安定下来。 意志悟性, 想象力, 以及感觉上的一切作用, 却又四位而来。 只有那些敢于尝试的人才能找到真理。 单靠加工别人的作品, 是很难做出十分完美的东西的。 怀疑是理性的始组, 在这个世界上, 两知被分派得最为公道。 野生的禽兽, 只有身体需要保护, 就经常不断地从事寻求养身的食物。 然而, 人的主要部分是心灵, 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求智慧上, 智慧才是它真正的养量。 知识越多, 悲伤越多, 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。 越是希望好好利用今后的时间, 就越应当精打细算, 好好安排。 你给我物质和运动, 我就给你构造出世界来。 反对的意见在两方面对我有益, 一方面是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, 一方面是多数人看到的, 比一个人看到的更明白。 有了正确的判断, 就可以有正确的行动。 判断得尽可能正确, 行动也就尽可能正确。 这世上所有的感情在本性上都是好的, 我们应当避免的只是对它的滥用或无用。 世界之大而能获得最公平分配的是常识。 关于经验, 我还注意到了一件事, 就是认识越进步越需要经验。 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, 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。 感谢观看! 感谢观看! 感谢观看